哈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大家的荣耀联赛结算了吗? 是不是有算跟没算差不多? 没错,黄有乱都不但把联赛拉长这28天 杯数也在900以前都以25杯为一个等级倒扣一杯 也就是说如果你结算前是750杯 那么赛季结算后就只会扣你一杯变成719杯 有人为了这新的结算机制大喊万岁 有人觉得这是荒野走向终点的开始 这次我们就要来讨论荣耀联赛新机制的五大好处以及五大坏处 究竟这样的改动是好还是坏呢? 一起来看看吧! 相信在这新机制以前大家都有一个同样的问题 就是觉得把杯数往上推就等于是把时间丢进大海 因为每一次的联赛结算都会把杯数扣除一大部分 有时候玩起来确实相当的累人 现在这改动大家都不用再担心伸上去的杯数被吃掉了 至少可以把以前的525杯慢慢的一季一季推上875杯 每一季爬不上去的都只会扣一杯 相当佛哦 像我自己这次的结算只扣除了350杯 相比之前的机制相差了10倍 像刚刚第一个好处提到的结算杯数扣得很少 所以同样的大家的总杯数也相对容易提高 这样大家眼前的这个荣耀之路奖励 再也不是碰不到的天花板了 还记得之前那种好不容易快要拿到2万奖励的时候 联赛结算后 变1万8的噩梦吗 现在不用再睡不着了各位 这改动也算是一种让大家获取更多奖励的机会 再过两季 5万就不是梦了 改动之前 我把自己喜欢玩的角色先升到指定的杯数 都到达目标后再慢慢去玩其他角色 但是有的时候我喜欢的角色还没升到我的目标 就已经进入结算了 意思就是说 我又要再把之前玩的升回去 这样日复一日 我发现我其他角色变得非常不擅长 因为根本就没有碰到 大家是不是都有这样的问题呢 现在这改动过后 相信大家升到自己满意的杯数以后 基本上就不太有意愿再让杯数叠下来 所以这样就可以更有时间 去使用一些平常不会去接触的角色 慢慢去了解其他角色的优缺点 慢慢去把你其他角色的杯数往上推 原本不太懂得把妮塔熊灵丢向哪里的你 是不是已经可以把熊灵召唤在天上了呢 在这次的机制推出以后 也许对杯数原本就没什么追求的玩家影响不大 但是这并不代表所有人的杯数都可以大幅往上提升 以三打三的游戏举个例子 700杯以上输赢都是8杯 800杯以上就变成赢加7杯 输扣9杯 以此类推 这样的情况 久而久之就会出现一个实力的分隔线 上不去的人还是上不去 慢慢的就会变成对手的实力都相对的提高了 这样也可以减少出现雷队友的状况 故意让游戏输掉的玩家 很快就会变成你们的稀有物种 这种机制确实可以减少实力不平衡的问题 如大家所知道的一样 一直以来杯数到达800以后 排队所需要的时间就会拉长非常多 但是这次的改动让大部分的玩家杯数都保持在800左右 那相对的来说就是排队的时间会稍微的缩短 我个人就尝试了一下 不管是任何模式的排队时间都大幅减少了 这相信对倍数高一点点的玩家都是非常棒的消息 再也不是排队乱斗了 看完了这新结算机制的好处 是时候来分析一下缺点 荒野这游戏主打的是可以在短短的几分钟里面享受到各种有趣的模式 不管是足球 导石 据点 还是金库等等 都各有独特的乐趣 但是在这结算机制推出以后 杯数只要到达一定的程度 你就再也感受不到休闲游戏的乐趣了 在对手的实力都相近的情况下 留下的只有讲究操作以及观念的竞技类游戏 这种需要超认真去对待的游戏 一整天玩下来你会发现你超级的累 慢慢的感觉荒野乱斗也不像广告打的那么休闲 像前面有点提到的 这机制因为杯数不会往下跌太多 所以基本上大家都可以在一两个联赛 达到自己满意的杯数 但是相对的 在你升到可能750 1000 甚至是1250过后 就不会想要去冒险 冒着可能会比联赛结算扣更多杯数的风险 去玩一些已经高杯的角色 所以慢慢的你会发现 你可以用的角色在慢慢地减 即使知道这地图很适合某个角色 也不太敢去选来玩 而是换一只同样性质的角色 等到同样性质的角色也都升到指定杯数以后 才开始找其他角色来替代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的结算机制 你可以用的角色会越来越少 相信大家在最近的游戏里都可以发现到 一直出现重复的角色 不管是我方还是敌方都会有这个状况 这也是因为大家都把该角色推到附近的杯数 打个比方 现在的科尔特非常热门也非常强势 大家基本上都推到了800杯 所以只要是800杯的场 又是适合科尔特的地图 就非常容易在野排碰到重复的科尔特 这个意思就是往后的游戏里 会更容易碰到重复的角色 只要某个角色的平均杯数落在哪个范围 你在适合那只角色的地图里 就很容易撞到很多个他 这样的状况会在这结算机制推出以后 越来越常见 为期28天的联赛 又只扣除部分的杯数 这已经让大部分的玩家缺乏了去冲刺杯数的动力 也不是说缺乏动力 只能说是变得比较懒 总会觉得反正还要28天 不急 这其实让很多玩家游戏的时间变得更短 例如玩家而言可能是好事 不用赶着在14天里拼出一个成绩 但这对游戏而言算是缩短寿命的 因为一款游戏的热门程度 取决于玩家愿意付出多少时间来游玩 大部分的玩家并不会因为联赛改为28天 而拼28天 而是每天解解任务 有时间在一起深杯 缺乏了之前会担心联赛快结束的那种紧张感 大家都知道杯数一直都是一种象征 换句话说就是拿来炫耀的 有的人可以大声的说 我的1000杯是用10粒换来的 有的人可以大声的说 我的1000杯是用干换来的 不管是以上哪一种玩家 都是在联赛结算以前辛辛苦苦拼到1000的 要知道之前的联赛结算是扣除非常多杯的 现在这机制到最后会让大家都卡在875杯左右 1000杯结算也还有960杯 久而久之大家的杯数都偏高 高杯数玩家也慢慢变得不稀有了 以上就是我个人对于这次新联赛机制的看法 不知道正在看影片的你觉得这样的改动是好还是坏呢 欢迎下方留言分享 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